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我们的培训会的现场 请就座 现在我们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主题了 也是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一个主题 前面五个主题都是在讲个人的 我们的学习态度要好 讲到要了解reway 了解产品 了解制度 要教我们自己本身如何开始 怎么运用ABC法则 怎么样成交 来到现在这个时刻 已经开始不是个人的事情了 已经开始牵涉到别人 直销不是一个人做的一个行业 它是以组织的单位来计算的 那么接下来的主题呢叫做 如何建立组织 那我们来看看 入围的有 Tim Supreme Pegasus 7 杨坤明 Tim Supreme Pegasus 9 三 rings 周丽 Tim Supreme Pegasus 9 三 rings 周丽 Tim Supreme Pegasus 9 三 rings 周丽 今天我们的 立维国际官方代表讲师 获奖者是 Tim Supreme Pegasus 9 三 rings 周丽 Woo Woo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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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去编排今天我们要讲的东西 所以可想而知如何建立组织是多么重要 而且里面有太多的哲学跟原理 那么我今天是谈了第三次 其实不止第三次 中间谈了很多次 但是正式站在舞台上谈了第三次 而每一次呢 我谈了以后 我都有一个很新的领悟 我才发现到 我什么都不知道 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一直一直有很多的东西 包括从早上到现在 总裁他做MC的过程中 我才发现到 他每一次上来 他在讲的一些点 都跟如何建立组织有关系 所以可想而知 建立组织 这个主题 我希望说每一个人今天 既然已经来到最后一个时刻了 我真的是需要给你们每一个人这类掌声 每一个人溜到现在 没有一个人跑 steady 这个主题 对于你在立位接下来的发展 你的组织能不能做大 你有没有组织 这个主题非常非常关键 我真心的希望每一个人 不要只是听一次 每一个时刻 当你在运作你的组织的过程中 当你面对一些主力挫折跟打击的时刻 或者当你建立组织的过程中 你组织没有像你预计的 这样子来成长的话 我今天这个主题绝对能够帮助到你 所以 你需要用百分之两百的心情 百分之百的 空杯子的心态 那么你才有可能会了解 我今天要分享的东西 你们准备好了吗 你们准备好了吗 那么建立组织第一个最关键的条件是什么 就是不断的推荐人 所以今天有很多人 我也碰到一些情况 就是有一些下限 他做来做去做来做去 并不是说他的 有时候我们像孙女所讲的 不是你一推荐那个人 可能你在推荐的过程中 平均的规律里面 就是有些人会买 有些人不要买 有些人想一下 对对不对 那至于推荐人 要那个人进来 跟你配合建立组织的话 就是要做的人 对对不对 如果要做的人 就是会比买的人还要难 所以这个过程 有时候不是你没有组织 就是你没有不断的推荐的人 你每个时刻就是 可能推荐了两个人 你就在那边等待 或者有些人会跟我讲他没有人 满街都是人你没有人 怎么可能 对对不对 所以今天建立组织 的关键在于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带热线 放冷线 进心线 什么叫带热线 有些人的格局非常的小 小到什么程度 他觉得说 这条线 开始会配合了 开始 这个人会去跟V位的系统了 那么这个过程里面 可能他也只是一个孔雀 可能他只是一个三星 可能还不算一个很成熟的领导人 那么他的心态是什么 哇好像中马票这样有没有 哇 Sponsor到一个人 哇这个人自己会冲啊 自己会跑啊 好像中马票的感觉 那人就什么 就 没有去带这条线 就把这条线放在一边 跑去做其他的线 你们有没有听过滴水会穿石 的故事吗 各位 所以你的组织如果没有大线 没有深线 很多的时候是 你这边打打一下 这边带带一下 这个人要热起来的时候 你就已经跑去别的线了 所以当你有一个热线产生的时候 你更需要的是什么 你要花更多的时间 更多的精神 甚至把更多的人 跟他一起结合 一起配 一起配合 一起把这条线做大 做深 要看远一点点 格局不要太小 好不好 那么第二放冷线 就是什么叫放冷线 就是有些人可能他刚进来 他需要一点时间 来适应这个环境 而这个过程里面呢 有些人很奇怪的 他 他这个人 好像不配合 不做 或者不跟 就是他会纠结 一直纠结在于 这个人为什么 他不跟系统 这个人为什么 他 我讲了这么多 他还听不明白 这个人为什么 这个为什么 那个 最终最后 这个领导人甚至被这条冷线 影响 导致他的组织 瓦解 导致他做不大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冷线 你要先放 不是叫你完全放弃 就是你这个时候 你也需要吃饭 你也需要 就是 你要去带别的线 来去激发这条线 可能 这个效果会更好 而不是说 他死 你跟他死 对不对 每个时刻 你必须要懂得 静心线 这个是直销里面 不变的原则 不管任何时刻 你都必须 要有心线 为什么我们需要 静心线 有时候我们自己在讲课 我们叫人家讲去 sponsor人 我们叫人家讲成交 我们叫人家列名单 讲了一大堆的道理 但自己只有两条线 而两条线还是半生不熟的线 有些线好像面线这样 然后他死死的 手在那边 如果你越是这样子 你越没有姿态 当你越没有姿态 你就 你的线就会越来越难带 所以今天 你要建立组织 第一个条件 就是你要不断的 推荐人 跟我一起念好不好 带 热线 放冷线 静心线 这个是不变的 这是一个直销的定律 不要问我为什么 就是这样 那么直销最大的问题 不是没有人各位 而是当有人的时候 当直销的人 开始产生一个两个四个五个 十个一百个的时候 每个人来自什么 来自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学历 不同的能力 不同的观念 当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的时候 很多时候 你是要做什么 你是要以己之常 去补他人之短 而不是说 你每个时刻就是 用自己的方法 或者你自己的能力本身很强 你觉得你自己本身能力很强 你就可以 说哇 就是 因为我们要建立的是组织 而不是你个人有多厉害 所以在这个 在直销里面的定义是 没有完美的个人 只有完美的组织 所以我们必须要 跟组织配合 每个人有他的长处 每个人有他的短处 这样可以明白吗 好 那么 这句话 一群 就是市场上的人 他是怎样定义 直销这个行业 就是他把直销这个行业 形容成一群利益猩猩的 乌合之众 假猩猩的在一起热情的合作 各位 你们认同吗 你们认同吗 有些人不认同 有些人认同 我们来看一下先 什么叫做乌合之众 我还有解释 指无组织 无纪律的一群人 一群乌鸦聚集在一起的一帮人 你们认同吗 怎么说呢 就是 今天 到底直销这个行业 值不值得 我们花时间 精神 全身心的投入 值不值得 值不值得 就是说今天其他的直销公司 我不知道 但是 以Reway来说 单单 这一场领袖培训会 在2月2号 那一天 总裁花了20个小时 站在台上 跟我们讲解这12个主题 花了20个小时 陆陆续续3月份 4月份 3月份的时候我们有一百多场的 类似这样的规模的 领袖培训会 领袖培训会 而4月份 我们又有 8场 类似这样的规模的 领袖培训会 而来到今天13 13号 明天还有一天 14号 我要问你 为什么需要这样做 就是总裁 包括Reway 很注重在于教育 对 对 当这一群人 的确对的 如果我们要讲 就是说 做职校其实 不需要什么条件 就是说打个比方 你今天你一加入 你其实就是Reway人了 对 对不对 有可能你没有读书 有可能你混黑帮 你是什么背景 那不重要 只要你一加入那一天 你就是Reway人 对 但是 Reway跟其他的公司 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 我们每时 每刻 甚至每一天 每一个月 每一个星期 我们都有大大小小的 培训会 都不断的在教育 希望说 让我们的领导人 能够更加的了解 更加的明白 到底要怎样 从事这个行业 甚至有很多人 全家大小 都加入Reway 就好像Victor这样 好像David这样 还有很多很多领导人 对不对 好像May这样 几乎家人都在做Reway 对啊 兄弟姐妹 倾盆器 都把一个蛋放在一个笼子里面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 Reway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 甚至这一些人 甚至Reway很多的领导人 在市场上 都是有一定分量的 我们虽然还不是世界第一 但是在东南亚 我们可以算是 No.1的 对啊 对不对 像这么有纪律的 一群人 怎么可以用乌合之中来形容 对啊对不对 我们只有外 可能衣服穿的 黑色而已 那当然 市场上 大多数的人 还是可能没有这么认同 直销这个行业 他就会用什么来形容 就是 讲我们是 拉人头咯 就是 拉人头的数量越多 赚的钱越多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也没有错啦 但是这句话里面 我觉得说 有一点点 问题 当然 每个人看东西的角度不同 对不对 就好像今天 一个国家 有执政党 也有反对党 执政党比较有钱的嘛 对不对 执政党通常都是 你看新闻 都是在电视里面播放的 讲这个执政党做了什么 对不对 那么反对党 可能资金没有这么多 他就会比较target 就是针对一些年轻人 他就会把很多 就是诋毁 或者就是攻击性的新闻 放在什么 放在网站 而年轻人 就在网站看 所以有时候一个家里 妈妈一个党 爸爸一个党 儿子一个党 在家里不可以谈 你是什么党 会打架的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也就是说 每个人他所接收的讯息 所看到的东西的角度不同 那么 就是对于那些没有从事过直销 或者曾经从事过直销 或者曾经被直销伤害的一些人 他会选择什么 就是把 哎呀直销我做过了啦 哎就叫我们拉人头 就拼命拉拼命拉拼命拉 就会赚钱了咯 他就会讲这样的话 但事实上 真的那么容易拉吗各位 你来拉看看 你讲有没有也是有那种 附近话叫 那种 就是 笨笨傻傻的咯 可能会给你骗一下子 对不对 但是真正的 你看我们的样子 你看前排的领导人 你看很多很多的领导人 今天一整天下来 真的有这么好骗吗 就谈了几句话 就能够骗到你吗 就能够把你拉人 把你拉进来了吗 是不是这样 不是嘛对不对 而事实上是什么 就是Rivade来到15年了各位 15年了 Rivade的规模有没有越来越大 有没有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越来越国际化 越来越国际观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 这句话就非常有问题 如果你讲拉人头 就是说今天 如果单单靠 只是拉人头 有没有可能做到这个结果 有没有可能做到这个结果 没有的话是什么 在Rivade要成功 你帮助的人越多 你赚的钱越多 对不对 你们认同吗 好 请给Rivade一个热烈掌声 所以才会15年嘛 所以Rivade的规模才会越来越大 好 我们再来 今天建立组织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你个人本身 要怎样去定位你自己本身 如果你个人不懂得定位你自己本身的话 或者你没有定位你自己本身 那么你很难在这个行业里面成功 因为Rivade不是请愿 就是除了Rivade的员工以外 就是Rivade的直销商 我们是Rivade的代理商 对不对 那么我们只要如果你想要建立组织的话 你就必须要有领导人的思想 想要领导人的思想 最好的例子 就是我们看Rivade的作风 我们看总裁的作风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就是说今天Rivade选择 从零开始 各位 说真的 当时总裁已经在 直销界有十多年的经验 也是很出名的一个讲师 或者激励大师 而这个过程 他已经有一群很多的 就是一群学生 或者一群拥护者 甚至有人要投资他 当他开立位的时候 但是为什么 我们的总裁 选择 从零开始 不接受任何的投资 不接受甚至银行的贷款 他选择 去找了第一个叫做Albert 他也是从咖啡店 他也是从咖啡店 一对一table talk 开始的各位 所以说今天很多的前排领导人 他跟你们现在后面的你们 可能刚刚加入的那一个人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跟你是一样的 如果今天总裁 从一个人 从一个人 从一个就是 不懂得做直销的人 就开始这样素人 这样开始 sponsor 从咖啡店开始谈 甚至很多是没有背景 的一些人 为什么我懂 因为Albert 我很清楚他 就是讲话都不是很厉害的 没有人脉的 当时 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个人 来开始 因为他要证明给我们看 证明给我们看什么 就今天你要成为领导人 有很多时候 可能你不是那个 很厉害的 但是你必须要是那个很 很什么 很以身作折的那一个 你个人必须要有那种 责任感 就是身先士卒 你必须要站在前面 每个时刻 你已经准备好 去面对问题 去面对挑战 去面对打击 而这个过程里面呢 其实 其实你必须要去 很认真的去思考 你每一天在做 每一天在做的时候 会不会有问题 他肯定会有问题 但是有时候有些 你要在这个过程 建立你的故事 对 建立故事 建立你自己本身的一个故事 为什么我们需要故事 因为当我们有故事 打一个比方 接你的一个下线来找你 他跟你讲 老板 我今天谈了三组人 没有一个成交 你有一个例子 你讲我今天 我今天做了十六个 应用 也没有成交 可能他不是 不是一个最好 但是他听到 十六个 怎么做啊 可以咩 就是我们要去 可能不用是那个最厉害 但是我们要去做一个 最极端的 当我们谈到极端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发现到 我们总台很多时候 他就是一个 每个时刻准备面对挑战的一个人 而且是欲强折强的人 就好像 他的性格有点像这只动物 这是吉尼斯世界记录 被称为史上最无所畏惧的一个动物 这个动物的名称叫什么 叫蜜欢 他会 跟蝎子打架 把蝎子当零食来吃 他把蛇当辣条来吃 他本身中蛇毒的话 他也是会晕倒的 甚至会死亡的 但是每个时刻 他无所畏惧 就是 go for it 乌龟的壳这么厚 他硬硬还是跟他 搅出来 跟建筑打架 连打完了 无所畏惧 他敢挑战 比他更大的动物 他敢跟群狼打架 敢去挑战猎豹 挑战群狮 所以 这个动物本身 他有一个名言 他的名言是 打架不要告诉我有多少人 我只要知道时间跟地点 我不是在干账 就是在干账的路上 我只想 枕死各位 或者被各位枕死 而 这样的性格 一位能够来到今天 如此大的规模 我觉得 如果把这个 动物 加上一个眼镜 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像我们的总裁 真的 我从他的身上 我看到 看到太多太多 值得我去学习 值得我去 推崇 值得我去 佩服 所以我们建立组织 我们所要做到以上 就是 成为一个领导人 以身作则 欲强折强 但我们做到这一些过程 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让大家 就是要让人 服 因为如果人家不服你的话 他不会跟你 对不对 他不想跟你 所以 我这辈子说真的 我是也是 有一点点蜜欢的性格了 我也没有服过谁 但是 对于总裁来讲 我五体投地的服 那么 当我们有服众的能力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有影响力 这影响力本身 就是我们通过我们跟伙伴配合的这段期间 我们做了一些就是 就是刚才我所讲的 就是说 可能你一天做16个appointment 可能你 谈24小时不睡觉 有些人做了一位 好像 凉凉腔的坐一下子 两个小时 哎呦好累哦 凹酸肺痛 我曾经 在印尼 最高纪录 72个小时没有睡觉 但是必须要讲课 就是不是你没有睡觉 不用做东西 没有睡觉 你还需要讲课 所以我们要谢谢我们的Hachim 是他带给我这个机会 所以这过程里面 就是你的跟着你的人看着你 哇 需要到这样嘛 但是从内心里面 他不会服你 他不会佩服这个人 所以有时候不是说 你 可能你成交很厉害 人家就会佩服你 不一定的 有些人的想法就是说 你是我上线 你能够帮我成交 这是应该 有些人会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你需要去做一些东西 让人家感觉到就是说 哇 哪怕一次也好 一次够够力的 有很多人他不成功 为什么 他做一点点 怕辛苦吗 做一点点 一点点 一点点 做了五年 没有突破 做了八年也没有突破 因为你没有故事好讲 你的人没有看到 我最喜欢 就是当我的伙伴找我说 老板 我有问题 给我来讲 我那种感觉 就是我表演的时候 你要需要表演一点点 你需要让他看到 哇 不是说你有这个能力 给我们来讲 那个时刻也是难的 也是有挑战的 我们这个时刻我们要 随机应变 要用完之前 你不可以退缩 不可以说 哎呀这个啊 所以你可以去问一下我的伙伴 通常他们问我所有的问题 就是 通常我不会say no 我不会say I don't know 就是我真的不知道 都好 我都会去找答案出来 我真的没有答案 还有总裁还有NATU 他们就是我的两个 最好的活字点 我们给他一个掌声 那么当我们 具备了图众的能力 当我们有影响力以后 我们就会产生什么 就会跟组织的一些成员 产生距离 什么叫距离 距离就是说 不是说那个距离 我离你很远 那个距离 就是说 每一次 你做到某一些东西 可能打个比方 你在你下线面前 当有人拒绝你的时候 你坚持 当有人拒绝你 你再坚持 我曾经 碰过一个就是 一个做保险的人 他来 这个人 就是老教 我懂什么叫老教 就是那种老手 他来就是要拒绝我的 就是我的伙伴找一个 要拒绝我的人 来给我谈 就是不管我怎样谈 他都拒绝了 来看这个人能不能跟 我说 你们不要做这种事情 真的 那时候我就 你觉得我们要不要 我们也是 我就记得老板那句话 就坚持多五分钟 所以当他要放 当他拒绝的时候 我就坚持多五分钟 等一下 给我这个句 再谈 再谈 从早上十点 谈到凌晨十二点 最后呢 那个顾客 他加入 他现在是我们的会员 那么 他跟我的伙伴讲 这个领导人可以跟 有时候你需要做一个这样的东西 那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发现到 虽然我的身高就这样高 但是在你的伙伴 你的身高好像变高一点点 有没有 慢慢慢慢的 你的能力越来越强 你的 你的级别也是一个关键 各位 级别对 当你跟你伙伴讲打飞马 人 他讲 哎哟 没有这样简单 人你做到了 但你跟他讲打飞马 他讲 哎哟 好像我还没有准备好 你飞马二了 但你跟他讲打飞马 他讲 哎哟 你再给我一点时间 你飞马五了 慢慢慢慢 级别本身 也能够让我们跟组织 就是让我们的主缘看到 有时候你不可以说 他不做 他不行 你就因为他 你就在那边等 而你是要不断的前进 不断的前进 而在这个过程呢 就会产生一个距离 而当你产生距离 你就会更好的 更能够的 去影响 他或者他旗下的一些伙伴 好不好 那么再来 当你有距离的时候 会产生什么 就会产生姿态 这个姿态不是那个 by pose的姿态 这个姿态也不是说 你很高傲自大的姿态 这个姿态就是说 你在他心目中 有一定的分量啊各位 有一定的分量 那么当你建立了这个姿态以后 建立一个领导人应有的姿态 所以当你成为一个领导人 你在他心目中已经一定的分量的时候 以下这些是一个非常非常 总裁特别交代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点 如何跟你的主缘保持距离 我们保持距离 记得我们不是要远离那个人 我们保持距离的目的 是我们希望的更好的能够带这个人 这样可以明白吗 那么第一个你不能犯的点是什么 你不能让主缘感觉到你在依赖他 这个很重要 有一些人 可能他的限不多 所以他很怕得罪他的限 或者是说 给他的主缘感觉到说 你没有进sales 你没有sales 你会问这句话的时候 你的主缘会不会感觉到你在依赖他 所以当你的主缘 你让你的下面的人一感觉到你在依赖他 各位 你完蛋了 为什么 他就会牵着你的鼻子走 他叫你往东你就要往东 他叫你往西 你就要往西 这样会不会越来越难待 这样会不会没有距离 所以要去确保自己 不能够让对方 就是让你的伙伴感觉到你在依赖他 好不好 ok 再来 不能够埋怨 示弱 或倾诉 这个很重要 有些人很奇怪的 你跟他配合 他的人ok的 配合配一段时间ok的 但是他对他的主缘 很奇怪的他带来带去带来带去 有时候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 我也是第一次从事直销这个行业 这种东西是需要经历过 你的主缘 因为你埋怨以后 你死掉的一些经历 你才会深刻的去领悟 有没有啊 所以就是有些主缘就是很奇怪 他带人很好 奇怪那个人放给他带 那些人就死掉了 你再带他带带带带带带带 又放给他 他又死掉了 后面我就 暗暗的观察 后面我发现什么 原来他每天 都在埋怨 埋怨这个 有时候讲家里 你看我做另外做到没有时间带小孩 我的小孩生病 怎样 我自己跟自己的主缘讲 有时自己跟自己的主缘讲还不用紧 有时还跟螃蟹讲 顺便毒死 就是 我在想 所以 家老长才有讲到 就是说你每天practice什么 你每天在练习什么 很重要 各位 可以积极正面吗 可以积极正面吗 你 如果你真的要埋怨 要讲给你的人死 叫你不要带他进来嘛 对不对 你sponsor他 我们带他钥匙 你把他毒死 毒给他死 带他进来做什么 如果你真的不能够控制 一定要讲那些vulgar words 就是那种很粗俗的话 不好听的话 有一个方法 你可以找上线 可以不可以 如果你的上线很新 你不要找他 等下上线都死掉 可以不可以 可是我在想 你看啊 要成功已经很难了 你还很负面 你怎么可能成功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控制一下自己的嘴巴 真的那个时候你要讲出来的时候 吞进去可以吗 把它忘记掉 讲好的 再来 不能一味的讨好 不能一味讨好你的下线 就是说 你不需要做日未做到 需要去讨好那个人 这不单单是没有姿态 就是你会让那个下线 就是以前有某一些组织 某一些领导人 他跟我讲 哇 这个好辣啊 这个什么line 什么line 超级 超级无敌 厉害的line 还是什么line 我一路 踢上他 到最后这条什么 这条不见调的line 死翘翘 问题一大堆 甚至很多时候 就是这个问题多到你没有得解啊 就是上线一味的帮他 他还会埋怨啊 批评 觉得这个上线很烂 这就是讨好过后的结果 所以你不可以一味讨好到 我不是叫你去得罪他 不是叫你讲话很直 但是不要很刻意的 就是好像 很奇怪的特别去讨好 不需要 我们是配合的关系 对不对 我们是组织 建立组织 我们是伙伴的关系 合作方的关系 所以不用特地讨好 OK吗 好了 再来 不能金钱纠纷 或者感情纠纷 这个不需要讲 不要在这边吃饭 黏在这边大便 对不对 就是你自己 把你自己的晚饭里面 掺沙里面 那个饭最后你要不要自己吃 你在吃这口饭嘛 所以不要往你自己吃的那口饭里面掺沙子 你会造成很多 不必要的问题 你可以选择不相信 但我中过 很痛 不是说你帮了人家就会感恩 甚至有些可能就因为一些金钱的问题 从此那个人不做了 从此那个人不跟你说话了 从此那个人 消失 所以不要有这种问题 好不好 再来 不能被挑战底线 对了各位 我们做人不可以没有底线 就当对方提出一些无理要求的时候 或者要来刺你的时候 你要懂得说 要懂得说什么 说不 要懂得拒绝 不要害怕得罪 甚至可能你 当下你站起来 转头 就是一个很好的答案 那过后叫人家去补 我不用怕得罪 因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没有底线的 一味的忍让 一味的就是 因为有时候我们觉得 就是有时候 总裁经常讲过一句话就是 你觉得我们还能 我们还需要做一些什么 才能影响到你 认真的进来的一位 你明白 还有说你还需要我们做一些什么 你才能够明白 为什么一位可以做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能做到最后没有底线的 就是什么都做了 什么都给了 然后到最后 他讲 你拿这个钱去做 会议打不如你不要钱给我更好 对不对 就是他 就是有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 人世界上一种民养白种人 各位 所以做人不能没有底线 尤其是有一些 很过分的要求的 你要懂得先 再来不能讲太多 这个 这句话一开始我听到的时候 我是不明白的 你慢慢我自己犯了这个错 我才开始明白 有时候当你有姿态 有产生姿态 产生距离的时候 你不可以 就是那个线还不是很成熟的线 你不可以教太多 不可以讲太多 不可以给太多的意见 有时候 那个人 他这样问你 这样子要怎样才会大 你这样给他一个advice 他不听 他选择撞墙 有时候真的 以前总裁就跟我这样讲 就说Jo 我去印尼嘛 那时候我去印尼的时候 一下子而已六个月 因为印尼里面产生的很多的丁米林 我当时丁米林是Liway的Top10了 我回来的时候很傻 真的很傻的 不是开玩笑的 你看 你看 总裁跟我讲 就不是这样子的 你应该要这样讲 我就 老师你不知道 你会讲印尼话吗 过后 知道了 就是 后面总裁还陪我去给人家骂 那时候我就 内疚 我才明白 就是 有些人就是 就是很固执 很固执 我以前是这样子的 自以为是 觉得自己很厉害 做到一点成绩 最后 总裁讲 他就不讲太多 他这样讲 你不听 OK 但是他不会让你死 他会救回你 没有啊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就很 就是 很深切的明白他 为什么讲这一句话 所以这些都是总裁 写出来的 都是总裁想出来的 所以这六个点 如果你在Liway 要做到顺顺利利 这六个点 你不能翻 好不好 那么好了 当一个新人进来的时候 他的情况是什么 他情况是这样 就是 掉在那边 为什么会掉在那边 就是说 可能一个新人进来的时候 他还不熟悉这个环境 还不适应这个环境 甚至还不清楚 要怎样从事Liway这个行业 直销这个行业 他需要点时间来学习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要最好的方法 各位 最好的方法 把这个人 用最短的时间 让这个人明白 要怎样去做Liway 要怎样去做Liway 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这没有写 什么 什么 参别人 可能有些人 可能有些人就跟我讲 有吗 以前我带我的人去 去餐 死到晚 那个人帮我谈 谈到把我的人拉走 有没有 这样是要餐还是不要餐 所以有时候你看 就是说 这个是直销里面一个 最快能够使到一个人成长的一个环境 就是今天你很怕你的人 我来到一个领袖培训会 参到别人 你给别人拉走 你会怕吗 你自己把那个人带到一边 自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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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那个人会大吗 就好像一个 你把一只青蛙 放在井里面 那个青蛙 他就觉得他的世界就是那个井这么大 对不对 所以永远这只青蛙是不会大 他不懂外面的世界到底有多大 他觉得说最大就是那个 那口井的那个洞 所以你必须要把你的人掺进来 那么你要你要怎样子去 你害怕的东西 其实 这个过程没有办法教了 但是 你可以学 你可以 就是你把这个人 放进对的环境 对不对 把这个人 放进一个 可能跟他 比较志同道合的人里面 对不对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你们是要睡着了是吧 所以你们要 要明白 就是说你 你还是要参 因为这个是捷径的 这是能够让你的组织成长最快的速度 但是你必须要 把你的人放进对的环境 像今天是不是对的环境 像今天是不是对的环境 绝对是对的环境 对不对 所以不要说 哎呀 等一下掺了就死 掺了就死 没有这回事 没有这回事 相反的呢 当我们把我们的人 放进对的环境 去参与一些 因为有时候你要这样想 可能就是 可能我们是飞马九 你这个新人 连one star都没有 他有太远的距离 连你有很多东西要忙 你直接带他 可能他 你很难去跟他感同身受 你明白 就是说他没有star 或者他是one star one star跟one star比较好聊的 你知道吗 对不对 one star跟two star会比较好聊 所以很多时候他不敢飞马九 哇你这么大你在立位这么大 他很难跟你沟通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让他参与 当你在参与对的环境的时候 那么他会产生什么 他就会产生氧气线 就是他会结交到一些朋友 结交这些朋友的时候 这些朋友都是你 你选择 你规划让他去哪里 你要让他去结交什么样的朋友 而这个过程里面呢 大家有问题 或者有一些主力挫折的时候 可能他想要放弃的时候 他看到旁边他的朋友 他就会问他 旁边的那个人 会鼓励他 对不对 会安抚他 这样慢慢慢慢的 他没有这么容易放弃 直到他开始慢慢什么 早早开始产生第一条线了 他开始就是 你不会让他太久 他太久没有线的话 他会死 各位 你试试看你自己挂在上面 你挂三个月看看 他多爱你都好 你对他多好都好 会不会死 会死的各位 所以 你还是要帮他产生到业绩 你看当他有两条线的时候 他还有在靠住的 慢慢慢慢 而这些氧气线呢 就是整个reway 最好最大条的氧气线 你知道在哪里吗 就在我们CMT里面 就在我们公司的高层 还有我们的总监 我们的总经理这边 所以如果你要在reway里面 最短的时间成功 你要敢于挑战 靠近公司 因为公司有着 他不只是氧气线 他把你整个人造住 你要断气了 他就可以救的回来 不要怀疑 因为后面有总裁 有NATU 难得不行 有Claudia 还有IV 对不对 还有我们培训总监Tactan 还有很多很多很多 这些都是非常了不起的 氧气灶 不是氧气线 所以你要确保 你不会断气 你要尽快的靠近公司 好吧 那么这边 我这句话 建立组织 不是一份工作 今天如果你是一个人 你进来reway 你只是卖卖产品 那么OK 当你想要开始 建立组织的那一刻 它是没有什么 它是没有上下班时间的 所以你不可以说 做到几点到几点 有些人很奇怪 他进来立维 我问你 立维是谁的 立维是谁的 立维公司是谁的 谁的 听不到谁的 我们的对吧 立维公司是我们的 所以也就是说 有很多人 在做立维的时候 他知道立维公司是我们的 剪彩也是我们在剪 职销商在剪 总裁有没有剪彩 没有啊 他在旁边拍手 帮我们拍照 所以立维公司是我们的 所以 当你把它当成是你的 那问题来的时候 你要懂得去面对 对不对 你要去解决啊 不是有问题 哦 立维的 赚钱 你的 这样 你怎样建立组织 所以在建立组织的过程里面 你要想哦 这个过程里面 它不是一份工作 而你也不能只是 把关系建立在利益上 各位 这个很重要 有时我看到很多 我就觉得 很可惜啊 当然我们讲 关系这种东西是双方面的 哦 不然的话 你们就会掉去前面那个句子 就是大多数人 看职销的角度 就是一群物合之众 假惺惺的 在一起热忱的合作 就会给人家这样讲 因为很多外面的职销 真的是这样的各位 真的是这样的 所以你自己本身 就是你要建立组织的时候 你不能 只是表面啊各位 就是你要学很简单 你跟总裁学 你跟拿督学 拿督是什么 有没有这样子 对不对 所以建立组织要用心啊各位 要用心 要成为朋友 要成为伙伴 他不能只是 一见到伙伴 一见到 有没有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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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时刻在那边算 算 有没有划算 有划算 划算去 没有划算不要去 我这个没有利益 不要去 有时候我真的有看到一些这样的人 真的很恐怖的 各位 我们来这边是赚什么钱 我们来这边赚什么钱 我们来这边是赚非债值收入的各位 对不对 也就是说你做一次 利益还可以传承的 现在你只要lock in利益的户口 那个业就跳出来 他问你 如果有一天你不在了 你要把这个户口传承给谁 有没有 有没有 也就是利益随时准备好 就是让你传承的 所以你要做一个能够传承的事业 你怎么可以只做表面 对不对 所以你更需要什么 用心 就像拿毒酱 就像老板酱 每个时刻 用心 用情 用力 我们给他们一个掌声 就是会牺牲自己的利益 就是他每做一个决策的时候 他会把直销商 放在前面 为主要的考量 他不会先考虑自己的利益在先 那这是很重要的各位 真的我们这一辈子真的非常非常的幸运 因为我们认识到利益这些公司 我们就要给利益给大家的掌声 好 那么再来 所以当我们在再组织的过程中 我们要懂吗 我们一定要建立前线 什么叫前线 就是自己人 我说真的 总裁啊 拿督啊 把我们前排很多的领导人 包括Claudia 包括IV都好 都当自己人 好 我以前是非常非常白色直销的 但是我被他们感动了 这样我们在做利益的过程中 就是我们也要有自己人 为什么我们需要有自己人 为什么需要有前线 因为我的宗旨就是我组织都是 最少要复制三代 把三代的领导人 最基本的把三代的领导人关系都要做好 为什么需要这样子 因为如果你没有没有去做这一块的东西的话 你越做到后面 没有自己人问题来的时候 会不会越来越大 会不会越来越多 他会越来越多 所以今天打一个比方 如果今天有人 在拿督的面前 讲总裁的坏话 你觉得拿督会怎样 他会看他死过 你相信 不要讲拿督啦 他在Celeste的面前 讲老板的坏话 Celeste受伤了 在阿妹面前 也好 你讲总裁的坏话 试试看 对啊 为什么会是这样 这就是前线 这些都是自己人 我们需要有很多的 就是你每一条线里面 都要制造一些自己人 都必须要这些防护线 这些前线 因为当你有这些领导人的时候 慢慢慢慢的 就是他不会所有的责任重担都在你一个人身上 因为组织不是一个人的组织 组织是一群人的组织 所以他必须要一层一层的领导人 那关系都够好 那么他才会越来越大 对啊 那么所以我们要制造前线的话 我们就要懂得投资在人 投资在组织 所以你不要 各位我们是在做一个生意 我们是在建立一个企业 我们在建立我们的企业 我们要建立一个能够传承的企业 需不需要投资 需不需要投资 今天如果你有机会 这一场领袖培训会 有80%的人是你的人 我要问你 这场领袖培训会过后 你的组织会不会大 会不会大 会不会倍增 对咯 对咯 所以你要敢于投资 你要敢于投资 不要在那边算 哎呦等一下 出了 等一下他做不到业绩 怎么办 有些人就是这样子的 甚至有些人 像前面这样 每天都期待在中马票 就是sponsor了 放下去 给他去跟David一下 跟Joe一下 跟一位 可以哦 不用投资都可以哦 你觉得有这样的事情吗 如果有的话 今天总裁会花300万 做这场领袖培训会吗 会吗 前面100场 我都不敢算啊 都不懂多少百万 多少千万 对不对 所以总裁都一直以身 作折的一直在投资 一直在投资在于教育这一块 在于活动这一块 很明显的 很明显的各位 今天立威为什么会越来越大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人 做这样的一个决策 我们谢谢他 你还跟这里掌声 那么好了 到了最后 组织有多大 就要看你的容量有多大 就要看你的包容性有多大 这个是 这个是要练习的各位 真的是需要练习的 没有那么简单 但是 我在这边也只能奉献各位 就是说我们 我个人本身就是 我看过一些领导人 真的 因为一些很小的一些事情 可能他的一条线给人家 或者是被抢到 或者是一些网上消极的问题 或者是一些奇奇怪怪的小问题 这样我要问你 今天你不做reway 外面你做生意会不会有价格的问题 会不会有竞争的问题 会不会有人把你的顾客拉走的问题 都会有啊 对不对 有些人他就因为这样的小问题 你要很纠结 甚至 离开公司 所以 包括有时我们长期在配合 人跟人配合会不会有摩擦 会不会摩擦 没有配合没有见面肯定没有摩擦 但你每天配合肯定会有摩擦 而当你摩擦产生的时候 你要懂得解 你要懂得包容 因为这句话是 你想要有多大的组织 就要看你有多大的容量 所以一句话是这样讲 宰相肚里能撑船 将近额头能跑马 我希望说今天我的分享 能够激励到大家 我发展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好 我们谢谢多利 OK 那么现在已经来到这个会议的尾声了 最后我有一句话要送给大家 我要你们做一些事情 因为明天还有一场 明天还有一场 那么 今天不管你是回家也好 回去酒店也好 等一下 会议完毕过后 有可能会有一些小型的会后 会后过后呢 回酒店也好 回家也好 找一个地方 静下来 找一个比较静的地方 然后 做一个东西 就是深思 因为今天吸收了很多很多这样的知识 我个人觉得 这么多场培训会里面 过去这么多年 过去这么多年 我觉得今天的 真的是最好的 所以要趁这个机会 深思 好好地思考 思考什么 那么我应该怎么办呢 我应该怎样做 我接下来应该做怎样的大决定 那么思考完过后 那么明天的这个主题呢 就跟你有很重要的关系了 因为今天的主题 是叫你怎么做 明天的主题呢 是叫你怎么做大 所以首先你要先想 我想做多大 我想做多大 我要怎样的结果 那么明天再来学怎么做的 首先你要先想要 好 所以呢 在这里我要再一次的 感谢刚才的六位 主讲人 你们讲的真的是非常好 那么今天的领袖培训会呢 系统课程 就到这里为止 我们明天 早上九点见 谢谢大家